四岁的小康康目前就读幼稚园模样可爱 两岁左右保姆帮她洗澡时 发现胸前有一个硬块 那时候方线肿块当下其实很小 不容易看 一个礼拜她的肿块突然就是变大 非常的快速 不明的瘀青 经过各种检查 确认罹患罕见的兰戈汗细胞组织球增生症 经过两年的化疗与疗养 小康康恢复健康 是妈妈与医疗团队最大的期待 她很勇敢 看她健康成长 就很好这样子 根据统计 癌症是台湾17岁以下儿少的第二大死因 但种类不同于大人 最多的是白血病 第二是脑瘤 其次是淋巴瘤 当一个孩子诊诊儿童癌症 绝对不是那一个孩子的事情而已 儿童癌症的五年存活率高达80% 但花东地区的孩子却低于这个标准 原因常常是发现太晚 我们有大概五分之一的小孩 在诊断过后半年他就往生了 疾病严重度很高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发现的时间太晚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有效地再把他的生命给抢救回来 小朋友无法表达 但仍有相关警讯提供照顾者仔细观察 例如不明原因的疼痛 淋巴结肿大 持续发烧 瘀青 肿快 或是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还有神经系统的症状 都应该尽速就医 八岁的Ben来自越南 罹患白血病 是第六位跨海来花莲治疗的孩子 即将进行骨髓移植 爸爸对医疗团队抱着满满的信心 花莲慈怨而来团队 承诺要让孩子专心长大 不分种族年龄贫富 都应该得到相同的医疗账户品质 当然新闻唐南军 刘宏志中江坡花莲报道